大家好,我是持比划三国 本期详细给大家讲解 转将夺旗三回合的速攻体系队伍 以及战法搭配 所谓三回合速攻流 就是我们追求前三回合的极致爆发 是输出最大化 这类队伍的特载就是 只给他带输出战法或者是控制战法 在前三回合就能把对方干掉 超过三回合之后 战损就比较大 或者是出掉这场战斗 这类队伍的代表武将是 魏国的夏侯渊和张辽 魏国的孙上香和甘宁 最具代表的武将是吕布 这类队伍的代表战法 是所有的突击战法 像暴领无人 遗迹当千 鬼神廷威 百计劫营等 而当风又是突击战法里面的 替灵神迹 舍得给当风 那这支队伍的强度又提升一个等级 像其他的代表战法 被动战法里面的裸翼血战 虎聚阴阳 代表兵狗 虎暴骑 击凉铁骑 百马易从 而指挥战法是铁骑驱驰 横割越马 盛起领敌 这类斩将夺旗 三回合爆发流的 最具代表的队伍是 三世吕布 碰瓷吕 魏国的丹河下胡渊 双和的尖雄旗 还有国家辅助的双输出 爆头旗 这都是三回合的代表作 吴国的队伍是 腾经的神纪队伍 吴旗 还有贫民队伍 虎尘功或者是虎尘旗 都能够使我们有效的 体会到 三回合 散将夺旗 取得胜利的快感 创作不易 希望大家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